很多人都說我是一條瘋狗 我是嗎? 我只是把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投注在我愛的事情上 Peace us for real I won't have it till I'm doomed in a casket I ain't playing got a weird mind If you work eight hours I'ma work nine If the shoot tastes sour you should taste mine I'ma stay in power for a long time Get up now I ain't a quitter Toss me the ball I'm a really big hitter Big picture I'm a straight killer Rising the song to the highest hitter Got juice got gas I'ma move fast 哈囉各位 在我們正題開始之前 各位車友各位觀眾 有在騎車的 喜歡了美濃自己的車子 記得來我們的Isasuri 我們的品牌官網購買我們的美濃產品 洗車用品 辣洗車劑 都可以來我們的Isasuri官網全購 今天來我們自己介紹一下 你爸爸當年在玩什麼車 當年就在玩什麼 Dial在Dial緊封了 我這台車總共花費應該花了三四十萬 這個車主是我們這個正年車業 店裡的客人 也是我進入的車行 然後認識的朋友 大概認識了應該也有個六七年 他也沒玩車一段時間 他這陣子回來玩車之後 他就買了Dial 然後就把它弄得超級緊繃這樣 我就覺得很帥 這種車呢我從小到大就沒玩過 所以我就覺得這台車很屌 我也騎過 可是這台車超他媽的危險 等一下可以跟你們講 為什麼這台車很危險 OK 那我們現在來換個場景 因為這個店裡的環境比較吵一點 我們現在來找一個安全的場地 會來給大家試騎一下 你爸爸那時候在玩的時候他們怎麼騎車的 然後這車到底多快 我們玩一點騎一次給你們大家看 你們就知道這台車到底多好玩 多頂 多炫好不好 這台車呢他其實改很多東西 其實我價錢我都不知道 因為這台車我真的沒有玩過 不過呢這車上有一些很高級的東西是 我們重車也會改的東西 所以我就一目了然 這東西到底多少錢 好不好 那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台車到底改什麼 MD F2 前叉 然後這個卡鉗 左右兩顆 Blambo好像頂級再低兩階 這一顆大概要四萬多塊 一顆要四萬 他有兩顆 這顆卡鉗是三十六三十二活賽 所以這台車煞車超級力 配上他十八的總縫 就是這煞車很危險 非常危險 等一下騎的時候 他要停 基本上也不能碰前煞車 因為一碰呢 就翻車了 然後前面呢還有他的斷框 他十吋的輪框其實價錢也跟我們十二吋的 差不多 所以這車玩起來也是很貴 不要看他有老車了 我跟你講老車才是貴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水冷排 然後再來是總縫 總縫一個好像是一萬六 兩個就是大概三萬多塊 然後他還有改一些QCA儀錶板什麼的 那些我也不知道價錢是多少 那這台車是日規的 就是日規的才有這種超級霸氣的頭燈 那台規的話是沒有 所以以前我們 你爸爸那年代玩的時候 應該都是玩那種台規的 就他前面這種扁扁的那種頭燈 然後我們來看他車手的部分 改了什麼東西 這車把是原廠 原廠就長那麼帥氣 好不好 然後他的後照鏡的部分 泰的碳纖維的 泰的油杯 泰的這都泰的 然後這車上看到的螺絲呢 百分之九十 全部也都是泰的 不知道多少錢 你們如果了解 知道價錢的人 你們自己去算一下這台車多少錢 好不好 我覺得這種老車 其實講說他改多少錢改多少錢 太膚淺了 這種車是騎一個情懷的 你懂嗎 這車就是 就是帥 後面的部分 這邊也是MSP的後避證 然後 後面的這卡錢呢 是Brembo的CNZ的小饅頭 也是很貴 這一顆好像四萬塊吧 反正這個卡錢很貴就對了 等一下我們騎車 騎車的時候全程基本上只能靠這顆 卡錢來煞車啦 他的前煞車完全不太能用 我之前有在店裡騎過一次 然後那個壓一點點 排氣管 也是帥的 他這台車 後面原本是古煞 他這台車的話 他改內疊 以前Dior這個時代 就已經有人在改內疊了 內疊就是什麼 一個金錢的象徵啦 好不好 從以前就沒什麼錢 所以 沒有玩過這麼緊繃的東西 所以 很多價錢的東西我不知道 這台車呢 其實 要介紹 介紹不完啦 因為這台車 他其實有分很多種版本 大概配置上面就是這樣 然後這台車是改125cc 他們以前這種Dior的車子 不是分說什麼 改幾缸改幾缸的 這種車子呢 你不要小看 125cc 不就跟我們現在近戰啊 什麼 很多125cc的車子都一樣快 沒有 這個改125cc 大概可以拔 那種近戰啊 你改63的啦 這種車隨便把你拔掉 因為 這種車起步 又沒有在那種 他就是一補了 他就直接彈出去了 這個車真的還蠻快 而且這車輪胎又很小 騎起來就很危險 寬度比較小一點 補下去 開始滑了之後 他就會整台車開扭 很恐怖 然後這台車沒有防曬頭 所以 等一下我們就來騎一下 給他感受一下 回味一下 林爸爸玩車的時候 他們怎麼騎車的 好不好 騎這車的時候 多趴 多快 多衝啊 好不好 那我們 皮衣穿一穿 等一下 騎一下 你爸爸那個時代的時候 他們怎麼騎車 也不知道 那時候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那種 很多那種 騎 騎著 很快的 他們都會這樣 他們都會這樣子 我告訴你 車很快 他們以前都這樣 然後就是 啊,怎樣 啊,不要走一下 以前他們都是這樣 你們可能不知道這個車 煞車奪力 我還給你們殺一次 我用推的就好了 他就這麼力 我還沒有全力按 我只是輕輕喊一下而已 他就直接 後人就直接跳起來 那我們現在來找一個 安全的場所 然後呢 我換個 安全的裝備 所以 各位不用擔心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我喜歡 I like this, I'm a mortal I'm so tired, I'm never turning back I won't stop, I'm a fight until there's nothing left I'm so tired, I'm a fight until there's nothing left 你們剛剛這樣開的測速很快嗎? 我也覺得我重量太重 因為我補下去的時候 原地啊,你不信我補一次給你看 好好好,老闆才是那個時代的人啊 老闆,給我們示範一下 這裡再一次 剛剛騎的時候,車好像沒有很快 因為我人重,越加上這皮 可是他騎到中末段的時候,那個速度就一直來 然後車頭就越來越不穩,越來越不穩 然後剛剛我煞車的時候 還是會有那個習慣 不小心去點到那個前煞 很恐怖 前輪會直接 噢,會直接擺一下 這集就只是稍微騎一下 給你們大概看一下你們那時候 爸爸那時候在騎Dior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車子有多屌 很帥 給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還有在這個社會上面玩Dior的人 就是覺得他們真的很屌 然後這車子很貴 開銷非常大 但是還有人在支持這種 二行程的文化 然後之後他們這個Dior好像在辦一些什麼 聚會活動 我也想要來去了解一下 這些二行程他們的文化 他們這車到底怎麼改 改到最緊繃 到底多緊繃 我指的緊繃 不是指說改裝品多緊繃 是指說引擎 要改,可以改到多緊繃的設定 好不好 之後可能會麻煩一下我這個 玩Dior的這朋友 請他帶我去增廣見聞 好了,那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各位我們下集見 拜拜